很简单 也就是说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 那我觉得高市府这边 今天没有把所谓的这个追东西拿出来 那来谈这个议题 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是 在这里面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去谈这个东西 当然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解读 就是说我感觉到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你看韩国瑜的高雄市政府 其实出了一些奇奇怪怪 大家觉得说莫名其妙怎么可能发生的事 最简单就是一两个月以前 大家在谈什么 就是市长市被侵入的事情 吴建宏 大家就觉得说 奇怪高雄市的警察到底在做什么 怎么会让市长市然后可以让人进去 那如果是因为这样造成所谓的韩国瑜 就是说好我可能对我的警察不信任而不报案 可能也有这样的状况 可是坦白讲在总统大选议题攻防的层次上 我还是建议一定要什么 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 这个是很正常一件事 而且你现在在竞选的是总统 所以当你在质疑 这个国家机器的时候 那我们本身你也要相信体制 对啊你不相信 同意同意 不然台湾要谁来做 对对对啊 所以在这里面的这个状况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坦白讲我就说 这很清楚就是说 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 那或许你可能会因为你不信任底下的警察 而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我还是奉劝高市府这边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你奉劝高雄市政府 我给建议啦好不好 我建议高雄市政府啦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这个事情很好交通啦 哪一台车 对 然后这个 发生了什么事 地方在哪里 哪个保养场发现的 没错 对就是这样啊 很简单啊 对啊 因为大家都觉得 像我在 我看我也觉得匪夷所思啊 就是说你高雄的警察到底在干嘛 怎么这几天都出种事 什么市长是被入侵 这个是确定有发生的事情 过年前的事 就很奇怪嘛 你自己想想看 全台湾有哪一个市长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不对 然后现在又传出什么接应这种事情 对不对 那民众大家会觉得 就是说安安要好好的去理解一下 那你就应该要这样 那他为什么告那个小偷吴建宏 不告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说这应该要交代清楚嘛 这我解释一下 不管是从实质的状态讲说 我觉得他会误会你是绿营的 因为看 不是这也不是说误会我们是绿营的 这个状况 我今天坦白来讲 就是说任何一个首长 都有可能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今天他放的可能是追踪器 或可以 他如果能放追踪器 他表示他什么都能放 坦白来讲 我不想无限上钢 但是我想把它上钢到安全层次来讲 就是说不管我们的政治倾向是什么 维护从政人员的安全 台湾那有一个基本的 就维护一个从政人员的安全是基本嘛 是是是 这样大家才敢放胆位 抓他们为台湾做事嘛 没错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 这个态度是很正确的啊 那个东海